中国官方新华网周五刊登了一篇教育部于前一天举行的《学习贯彻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形式下高校宣传思想工作的意见精神座谈会》的报导 报导引述教育部部长袁贵人表示 要加强高校意识形态阵地管理 加强对西方原版教材的使用管理 绝不能让传播西方价值观念的教材进入我们的课堂 袁贵人还在当天的座谈会上提出三个绝部 包括绝不允许各种攻击诽谤党的领导 抹黑社会主义的言论在大学课堂出现 绝不允许各种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言论在大学课堂蔓延 绝不允许教师在课堂上发牢骚 泻怨气 把各种不良情绪传导给学生 有关报导一经刊出立刻引发舆论哗然 一名要求匿名的大学教师周五接受本台采访时 直斥袁贵人是在胡说八道 他这个呢就跟闭蒙左官的这个做法是一样的 如果要反西方的所有的思想和这个理动的话 那么马克思首先是西方的 现代科学的文化基本上都是西方的 甚至连大学教育也是西方的 根据袁贵人他所说的 那么我们就应该把大学关掉 把教育部撤销 开私塾 读私塾五经 他的这个话纵粹就是一个反人类进步 把中国呢脱入倒退的一句话 张雪忠律师在网上写道 原身为最高教育行政官员 公然以一种敌视和威胁的口吻 对全国高校教师进行羞辱与恐吓 这无异于向世人宣告 中国的高校教师不但没有学术和教学自由 而且连起码的尊严都没有了 近期中国多家官方媒体频频刊登文章 批评高校教师抹黑中国 党刊求是日前更在其官方网站上 点名北京大学教授贺卫芳 以及原清华大学教授陈丹青 大谈宪政美化美国 独立中文笔会成员刘金生 周五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 习近平一方毛泽东的情节 从他执政以来吧 他在意识形态这方面突出强调的 就是要坚持这个所谓的社会主义 这种价值观 在这个东西实际上 已经被世界律师所证明 他是一个失败的实验 在这个所谓的价值观的坚持上 实际上他是远远的背离 现在在世界大多数人都认知了 他又完全恢复不到毛泽东的实验 现在这个社会完全开放了 由于经济这种影响的作用 他不可能进行下去 刘静生说 西方多元化的价值观 包括多党派互相监督 而现在中国执政者所坚持的 正是与之相背离的 一党专政的领导